为减少儿童用品的浪费 本地一些家长自发收集旧玩具和婴儿推车等 清洗后转赠给低收入家庭 甚至租下了商场单位半年 将它改造成游乐区 让孩子们共享玩具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设在是个广场的游乐空间不大 但有50多种玩具和书籍 这个周末启用后 吸引至少50个家庭携带幼儿前来 我发现到它玩的那些玩具 玩一两次就不玩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能让它体验 一方面可以省钱 然后不占用那么多地方 为安全起见 共享玩具游乐区每天消毒至少三次 每次允许最多七个孩童使用 各一位家长陪同 每小时收费10块钱 收费是为了负担游乐区的operations 跟人力开销 可是住在Rental Block的居民 可以免费入场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希望可以减少随心购买的概念 如果孩子对哪个玩具情有独钟 家长可以用二手价格买下玩具 林费新加坡表示 儿童玩具大部分由混合塑料制成 不能回收降解 最好减少购买或捐赠共享 业者计划最快在今年底 在林里也设立类似这样的游乐区 同时也举办免费的工作坊 让家长和孩子们一同学习如何变费为宝 由一位父亲业余创办的婴儿推车清洗店 则回收安全性能完好的推车 免费清洗后分配给贫困家庭 多余的就拿来转卖 所得全数捐给新加坡儿童会 但业者坦言目前功过于求 店内一度累积多达200个推车 有的价值800元使用不到10次 我觉得是需要推动 如果我们不提醒公众 或不提醒福利团体 我们就可能会觉得 它的流量会比较慢下来 这家二手儿童服装店也有同感 认为捐的人多买的人少 业者呼吁国人将环保意识付诸行动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曾毅报道